今天要煮意大利麵 意大利麵 意大利麵其實大家都會 就來 看看是不是有什麼不一樣的 我會放鹽包 一大匙的鹽包 然後大火 還有沙拉油 一匙 就這樣我們來等大火 大滾的時候我們再來下麵 好大滾 我們會下六包麵 大滾之後下面 然後計時十分鐘 這是我們自己抓的一個 提醒的一個時間點 然後下了之後 你不能離開 你必須每一隻腳 攪到它湯再滾起來 那個水再滾起來 而且麵你都一根一根要去把它給撥散 它才不會黏在一起 然後都要從下面去把它撥上 這個過程有點危險 所以都要滾麵的時候要自己小心 好 那我們就等個十分鐘吧 你就變成一隻腳一隻腳 一直腳 腳到它再滾起來的時候 你才可以鬆手 還可以 還可以 還可以稍微偷懶一下 好 像這樣一隻腳 腳到它又在開始在滾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轉中滾 讓它持續滾的動作 記住喔 一定是要讓它有持續滾 但是不需要到大滾 再這樣繼續攪 好現在是中火的狀態 你會看旁邊的小顆粒的冒泡 我已經開中火 不需要大火一直滾 它的功率其實都是一樣的 然後 像這個小冒泡就好了 讓它持續的有在 底部不會黏住這樣 然後翻動一下 時不時的翻一下 不要讓它黏鍋底 然後這樣持續煮到十分鐘這樣 好 十分鐘到了 好 那我們來檢查一下 它的 是不是有透 不知道這樣看不看得到 注意看它的心 好 還留有一點點白點 好 這就是我們要的Q度 好 那我們去燒 好 那我們來燒 好 我們把它架高 因為自己一個人操作會比較危險 好 好 又要按摩 按摄影機 所以我把它架高 現在還是很燙的狀態 好 還是很燙的狀態 那麼 我們來 用用 用冰塊跟熬水來把它降溫 好 好 冰塊跟熬水降溫之後 這個它溫度還是會有一點高 所以我們趕緊的把它鋪到這個冷盤上面 好 那我們滴一點 沙拉油 每一个都把它拖均匀 然后让它每一个面条 不会粘在一起 都分开了之后 我们会把分装250克为一包 就是我们一份一份意大利面 所出仓给客人的重量 在外面大概都是在150到180克而已 我们因为在学区 所以就是把那个量给提高 这就是我们的意大利面 然后我们会先把分装好 然后冰冷冻 要使用的时候再拿出来 灰冰炒 这边下去做白酱蛤蜊 白酱鸡肉 这样子去翻炒它 或者是青酱 OK